7月16日焦点视频的时间 今天讲一讲又是新河太 其实老实说我自己停了几天 就是因为我希望在明天晚上8点半 做直播的时候才去讲新河太 但是我发觉河马真的日日新鲜日日金 所以怎样都有一些东西 就是因为包括一些播片的东西 我就尽量希望在一些录影的星金节目 去做就比较好一点 我就顺量想直播的时间 就是去作详细的分析 或者是跟大家去沟通的 或者是读一些留言 这样 我不想浪费时间去播片 因为始终每次直播的时间来说 都对我相当重要的 那说一说就是最近这两三天 就是我觉得我有一个 不能以为是一个全新的看法 但是这个我觉得是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突破性的一个 就是一个的说法来的 就是挺有趣的 首先第一 就是我其实很多时候 我就做很多一些的话题 我都会不断去从不同几个角度去想的 但是的想就并非就是 就是说我完全将它这个故事 就衍生一个新的故事出来 又或者 好像精探那样 就是就着那样东西 再探一些 一些 新的演绎 其实 多数我就不会这样去想 因为其实你这样想 就很容易 整个思维就很混乱 整个思维就 是不是 就是你跟得去哪样东西 正如之前我所说 老实说 如果你断定了某些东西 是一定的时候 而那样东西到最后 原来不一定 那你就站在那里 是不是 好了 但是 我们尽量看一些客观的东西 我一向都是这样说 喂 近这两三天 的确你看到 首先 就是这个 河马 就是这个新河太 他对他那些 一些 他俗称的黑粉 那个 反应 是越来越激烈的 更甚的 和可白 都是 但是大家一定要留意 一个小小的动作 就是 而现在 何太 这个河马 他是 会叫 可白 出声 大家看看片 这些真是 很好笑 有几节套 不是 你敢言 说这些书 有没有良心的书 有没有良心的书 是 是 是 人家 你不老爸爸 你何干 你何干 关键 关键 现在他 是认的 是日后关 他不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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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欢的 我又结婚直输 他要我照顾他的 他有上司的 他不关键的事 他不关键的事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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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认的 他不认的 他不认了 他不认了 你不认了 你不认了 你死也很有用 在大河那里 喂鲨鱼 你死也有用 哎 鲨鱼一口饱吃 他不认了 你看 这个子 我扔了 我물到一争 我来生一样 你知不知道 我来生日做咐 我 tienes Joan 太蠢了 你们还背叛 你住在那里 穿过来 我真的跑过来 你在哪里 我真的跑过来 你没出生 我真的跑过来 我真的跑过来 我的老师是我的偶像 我扮他为我的师父 我是有教学费的 我才教他老师 知道吗 这种气氛 因为有个人的气氛 他说 估计 如果有个人的气氛 他说 我会让你拼命 你告诉他 对 大家拼命 我死过来 他说 我要你拼命 你拼命又拼命我 老公 不是他 我的心目中是这样 我年轻时很打不平 我做正事的 我没有被人欺负过 十几岁 走不久 就准欺负过来 我做正义的 我不用人教的 我自己想出来的 你常常挖我 我来说 我要你拼命 我说 我要你拼命 你拼命 我叫你拼命 我 拼命我 我拼命 如果有名字的拼责 我去拼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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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拼命 誰欺負他就拿誰的名字 土打不平 我獻子的老公盒 我都有的 我也有很多知心人 知心人 你不來我 叫我老公的平民 我啊 我的正義的人 我很多人幫我的 真是無中商有的 我很多朋友 我這麼年齡的朋友 有兒子很好的 叫我西伯前西伯後的 我去外國幫我做事的 還是你們這樣不幫啊 我十幾天香港跑了幾十年 我沒有朋友 所以老公早就說不要他這條命 我老公死了只回你知道嗎 我現在只教他 折磨他 他死過了只回你知道嗎 陳套藍的Fan 你知道嗎 那是氣氛 製造斯頓的氣氛 陳套藍的Fan 以上看了兩條影片 都是我在可白老婆關注組找回來的 當然 他們都是抽取至於某一些YouTuber的頻道 可白的言論 算不算是恐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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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可以這樣公開去說 當然他沒有說明 他沒有指明道姓是誰 但是 但是 如果有指明道姓的話 他是說明他的子女 那他的子女 可不可以告他恐嚇呢 告他爸爸恐嚇 不過當然 根據可白的說法 就是那些子女不認他 所以他也不認他的子女 是吧 那 我覺得這件事來到這一步 我覺得可白 很可憐 其實他沒有想過 究竟他上一輩子 做錯了什麼事 或者他年輕的時候 其實他做過什麼事 然後 是有一些惡報 要他最後幾年 哈哈哈哈 是 有一些這樣的情況發生 有些影片我會播出來 那 我相信大家 如果有跟開這件事的進展 那 大家都知道這幾天 就發生過什麼事了 對不對 可白又要去吹底褲 是不是 然後 然後 這個 好像今天 今天的直播 那 河馬 就說了一句 老公出來 這樣 然後可白 哈哈 就好像被人 解開了一個狗籠 然後可白就 扔了狗頭出來 嘩 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然後就不斷廢了 哈哈哈哈 整件事好像鬥牛羹 鬥牛羹 那樣 不斷衝出來 哈哈哈哈 哈哈 真是慘 真是 真是別開玩笑 那 那件事就是這樣 你看到 所以 喂 大哥 為什麼 全香港 絕大部分 我不排除一定會有一些 極少數 可能是會支持 河馬 又或者公開不敢支持 但是 表地 暗地 可能覺得他沒有錯 我不知道有沒有這些人 我覺得 正常 稍微有少少少良知的人 都不會是 支持得下 都只會是 罵他 喂 為什麼 因為 現在整件事 根本是萬聖主死 可白 是不是 是萬聖主死 可白 首先 第一 現在 新河太 是不斷用他的說話 將自己 洗白 當然 他已經不高 有時都會自己 抱上身 但是 你看到 他不斷透過那些說話 將 錢的責任 射給 河白 他 河馬 只是幫拖 是吧 河馬 為什麼要跟河白 結婚 是因為 要幫河白 拿錢 這樣也說得出 我真的 我真的聽完之後 打出那張圖 就是我聽了些什麼 究竟 居然是這樣說話 然後 這個是心靈上 肉體上 肉體上 經常煮一些痛風餐給他 日日吃海鮮 然後 怕他不死 就給他一些燒鵝 喂 大哥 然後還有羊肉湯 神經病 六月幾 七月熬羊肉湯 我想 這兩三個星期 他熬了兩次 還說自己會煮食 又盛 喂 大哥 是吧 會煮食 會煮食的其中一個含意是什麼 是吧 就是知道哪些食材 什麼時候是可以吃的 是吧 或者什麼時候是不當做的 那件事是這樣 現在吃羊肉 你真的 還要那個是可白 你真的想他死 是吧 正如之前說過 你真的想著 就是 盡快 四百五十萬 拿不拿都不要緊 不過 可百分藥 可百分文件 就可能不止四百五十萬 對不對 喂 那件事是這樣 還有呢 就是 也老實說 在我自己的角度 其實呢 我講一個 絕對是 大的分析出來 就是 就是 我認為 為什麼那筆錢 四百五十萬 一定要拿到手呢 在這一刻 就是 當然是跟買樓有關 在現在這個時刻 已經不是財商學院了 是買樓 想知道為什麼嗎 明晚我們 7月17日的晚上 八點半見 我們一起討論一下 好不好 焦點視頻開台已經踏入第五年了 非常多謝大家對我們的支持 我們將會在八月三日舉行五周年的網聚 整個活動我們會邀請很多位的開運專家 名人嘉賓和主播出席 和大家一起玩遊戲 打合招和吃晚餐 長情預下 日期是2024年的8月3日 星期六 時間是晚上6點至9點半 地點是西九龍中心的7樓 而費用我們分兩個 一個是398元基本 和688元禮遇 禮遇級別可以確保入籍一定坐得比較前的位置 和會得到活動福袋一個 名額有限 先到先得 焦點視頻搞活動 最喜歡就是人人多野酒 年初開運鬧已經派了超過100份禮物 今次台慶抽獎更加預料超過200份禮物 和現金獎送出去 保證人人又吃又吃 記得掃右上角二維碼 立即了解和報名參加 明眼有限先到先得 由於百分之十分卝 明確有東方才能賺東方才能出類 明顯於五年降時 兩 баз… 能分歩全世界